又看到廣州塔 又看到華夏大酒店 又看到廣州賓館 這個真是讚口不住 我們通常都不敢吃 很油味 但這個真是一事再次 老字號來做了很多年 但好像這些 平平無奇 兩樣東西放在一起 火候又這麼制得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所在為海豬廣場地理站 今天終於來到漫長假期的最後一天 第八天 今天會來一德路拍攝 我們打算在海豬廣場地理站出站 走過去一德路 又是一站六號線 完善的題材 如果要在海豬廣場地理站 過去一德路的話 最好的辦法就是 在B1出口 一出來對面 你就會見到奔奔時裝 再往前一點 就是過去河南 海豬橋 至於面前這一棟 就是廣州賓館 我們通常會叫廣賓 在這里過去就是喜意路 一直走 還可以去到北京路 大家如果回到這裡遊玩 如果回到這邊遊玩 一如往 我都是推薦大家住 這個叫做華夏大酒店 我現在鏡頭這個方向走過去 便可以去到一德路 今天就帶大家走走走走 各位觀眾如果回到廣州遊玩 我经常都会说 以一个地点作为中心 其中一个就是海珠港长 第二个就是黄沙 这两个只要你在这里 就算你多不认识广州的交通 都不会错得到去哪里 但是在这里走 你就一定要注意电动驶行车 因为前面是一个批发市场 一家几口就齐齐整整 又有快又有慢 你看连这个都撞掉了 这块是什么 就是这块 由于今天是假期 所以我打算来这里走 上一次来星环广场的时候 因为不是假期 所以没有那些雜事 我们现在就过来这里走 走完之后 我们再过去石室圣森大教堂 至于这里就是刚刚落成无奈的 星环广场 正啊 这里又有好东西吃 不过那些店铺 就未开得齐 应该有部分已经开了 有很多米芝联餐 有些不是米芝联的 都做得很好 由于台风即将杀到 听说在香港 还有一个小时之后 就会挂出3号风球 现在是10月6日的下午4点 小朋友多开心 原来这个雜事叫做 魔法油谷加莲华 是不是会有个油谷在这里 是的 这里有小朋友在这里拍照 这里就是油谷 如果我这么牛谷马大 去拍照 可不可以的呢 又多了这些店铺 上次都未开了 我记得这一间 还有这里不仅是那些 很商业化的那些 好像我们家里的那些 卖东西那些 现在是捐书本 买两本送本 买三本送一本 是捐书籍的地方 又有一些 玩具总动员的公仔 好可爱 三眼仔 你看多大的三眼仔 哇 那个手机袋好可爱 还有他 用个屁股对着我们 至于老婆过去看书 这里还有几个太空人 这里就摆满所有书 早知拿了女儿的书过来 可怕的人看 这本好像挺好 是可以买的 它就是捐出来 然后其实书是要 有人看才有它的价值 没有人看 这是废纸 没有人看 这是废纸 只是垃圾 捐了它出来 那你选七本 它可以任选你 选七本 选七本 然后应该捐了之后 可能吸个印 或者 拿到一些植分 包括这边也是 买而送 总要是 中国邮政 来运作 是的 至于这里 其实 如果是早几天 应该会更为越闹 因为今天 已经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有很多店铺 眼见都已经 已经走了 收工了 收铺了 明天上班上学 很多都要上班上学 可以认识广州那些 这些铺有多少钱 有买邮票 那些几个景点 可以记得的 20元8张 20元8张 看到全国的 是的 都是广州地标 嗯 广州的地标 挺好的 大家认识到这个是哪里 你认识到这个是哪里 这就是铺 列士领域 是凤庇 列士领域 这个不是 这个是列士领域 这个不是 这个是列士领域 是的 列士领域 列士领域 这个最容易搞错的 很像解放什么人 那个是一个人 是士兵 这个是呢 还有这个 很有趣 这个你认识到 这个都是地标的 广州渝大厦 这个是扒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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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扒州 扒州 对不对 这个是扒州 这个oo 这个是扒州 这个是扒州 广州 这埋照 他 Olha 我有点心 上海 是这多�地 garden 还有喝茶 这个扒州 扒州 这个是扒州 这个是扒州 把西瓜 设州 是扒州 那我们现在先ieurs 不去水吃 姓心大教堂 我们先去商城 那里看看 上次我来过,今次是带老婆来这儿逛逛 上次我来到的时候,很多店铺仍然在装修 今次应该有很多新,又有未来 上一集,如果有看我们在西城都会的时候 我说过一个车牌子 他们的出名是服务好的,非常好的 但凡你的车胎爆了,他都会上门和你换 会约好时间 但价钱亦真心贵 很贵 我们打算上去户外平台看 应该是没有因为台风的原因不开放 我们先上去 但这里如果想上去,我们都会看到 是要兜兜转转的 是的,很多都未曾租出去 终于上来户外平台 今天热闹很多,多了很多人 前面是喝茶的排队 和苑,广州其中一间 喝茶是比较好的地方 前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保安哥哥匆匆忙忙地跑过去 于我们就一于不理了 来户外平台去看看 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 很清晰地看到海珠桥 以及解放桥 这里是解放桥 这里是海珠桥 这里的景色非常好 而且今天天气都可以 又不会有很多灰霉 因为有风 而且上来这个平台还要是免费的 你只要在它开放时间上来就可以了 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广州塔 今天天气真是挺好 又看到广州塔 又看到华夏大酒店 又看到广州宾馆 广州宾馆看海珠桥 是最得天独厚的 至于对面就是海珠区 河南 广州宾馆广场 现在是四点半 我们去圣心教堂 不知道还有没有开放 因为它好像是五点钟就关门 不要紧要 我们在门口看看 刚才升起 突然觉得这里 不如这么巧就上来看看 没有所谓 我们的影片也是这样拍的 先头商场里面 这么安静 一转过头走到这边 车来车往 前面打横的路就是解放路 一直往前走到月秀公园 斜对面这个 就是卖那些叫做 玩具的 叫做万龄广场 话说一等路是会有很多工艺品批发 或者装饰物 例如一些旗刺 一些圣诞树 一些灯笼 灯笼 灯笼 现在就十月初 开始看到有些圣诞节的物品开始买 至于这里全部都是卖遮 这些大把遮掩才是卖30元 如果买遮掩 因为它有很多样板 打了个样子 再来 买水 除了先头我们看到那些遮掩以外 还有很多风扇 其实它们都是样板 如果顾客是需要买的 也可以印自己公司的样子上去 例如印我的头像上去送给观众 之类都可以 至于对面 万龄广场更多 更大 由于我们赶着过去 看看石室圣深大教堂 有多少人 所以今天就不上去 其实之前一直播放过去一次 当时疫情期间 都挺热闹的 至于这边地铺 看到很多圣诞公仔一袋一袋一袋 卖的 又有这些 有这些 当然 这些是不便宜 还有批发价 去到那边就贵了 万圣节南瓜 有些大头佛 又有这些 夜晚睡觉 看了又不行的 又有些玩具 是呀 哈佬胃 在圣诞节之前 连万圣节的礼品都有不少 其实市场也做得很大 还有这么特别的灯笼 如果有些店铺 想要布置一下他们的餐厅 可以买这些回去 布置一下 做得很有氛围 是吧 大家不知道在地下 还可以写 什么什么公司 什么什么餐厅 欢迎光临 至于这边就领先一步 连辉春 这些大吉 都已经开始有得买了 上一站我们去到三面都没有 见不到外国商人 先头见到好几个 很多外国商人 这家麦当劳 为何卖烧我 原来这边是麦当劳 这边是东村饭角 原来是这样的 这些狮子 如果我买一万个 拿来香港买 应该会快一笔小菜 在今年农历新年之后 已经见到很多这种狮子 我们见到那些比较精神 这些可能是羊蛋 拐到都有一段时间 所以没那么精神 都买得不便宜 我们先头经过医院门口 我们发现折假日医院门口真的没有人 这个茶餐厅又没有了 到德堡这里 已经可以见到石室圣森大教堂 那两个尖顶 我们现在走过去 但有一个小问题就是 这里天色又开始变暗 我和老婆上一次来的时候 樱盘大雨 不过没什么所谓 这里有很多遮卖 与此同时 在这里也会有很多批发品的仓库 有很多小的店铺 不仅是外边地铺 比如这里是旁边的巷 叫什么巷 我真的忘记了 在这里可以穿到墙底边 也有很多 比如前面皇上皇也有 这些辉煌巷 肝果也有 通常我们会在对面走得比较多 这边是比较少 这边是买什么 开始卖食 因为开始准备过年 要摆些货给客人看 我的意思是 由这里开始卖食 老婆意思是 从这里开始 越来越多 看到卖食物 这一区卖零食 明白 全部都是零食 教堂是看人的 这里是多个游客 今天已经算少了 因为已经准备放假了 也报纸了很多东西 先头我们看到 吸引的游谷 这里也是其中一个景点 吸引最终可以抽一部 由索尼公司推出的 最快的路由器 这里就是先头的游谷所在地 如果我们找到那个印刷 就可以在这里打卡 这部车 还有这部车 话说在我家里下 是有个油谷的 我经常看到这部车 这部车 买了45元 以前这部车 没有那么多吃饭的地方 所谓吃饭的地方 就是那些椰子汁 甜品 不至今天 因为游客越来越多 所以这部车 就很多那些 卖手信 卖那些椰子 可惜可惜 入不得到它 大家如果回到游玩的话 记得不要像我们那样 就错时间 一定要就合适的时间 他们是下午5点钟 便会关门 其实保安叔叔 4点半便已经赶人离 我们过去看看 我有没有记错 哦 这里写着 10月7日 星期六不对 游客开放 如果平时的话 今天是星期五 我不记得 今天是星期五 还能开到五点钟 便已经关门了 是的 我们只顾着星环广场 所以不能进去 我们现在要买几条菜 才吃晚饭呢 可以 是的 我们去买菜 这里买几条菜 就不买肉那些 因为今天来市区 我们通常都不会炸 我们先试一下 终于我们又来到这里 这里上面是市场 我们打算上去上面买些菜 这个市场非常有趣 下面是卖一些玩具 上面是卖烧肉的 我们打算来买些蔬菜 如首基市场就是 劍缝插针 这个算是比较特别的 没错 其实去到楼下 我都还十五十六 我已经上过来一次 我都不是非常肯定 上到来就知道很肯定 其实都挺大的 只可惜它是一个室内市场 有一个问题 就是蔬菜我们看不到 是明码实价 青瓜 吃吧 挺漂亮 7元卖了两条青瓜 那我们继续卖菜 放在家里的 最遗憾就是 没有写价钱 白菜仔也有了 天气冷了 白菜仔也有了 选这边的过程 真是有趣 至于前面一行 全部都是卖猪肉的 其实这边也有老城区的居民 所以市场也有它一定的市场 真是好 有煎鸯三宝 鸯鱼35元 煎鸯三宝15元 是一斤 前面这里卖鸡蛋 因为附近是很多批发市场 批发市场 大多数做工的人 都是外地人 他们基本上是不会来市场买的 我们看到这里这样 其实都知道 附近是除了批发市场以外 还有很多当地居民在这里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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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过了五点了 又到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了 因为折价有我们担心 它会火爆很多人 一定是早点去拿位好一点的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我们计划它的信技 取ens线寄 米饭 如渡舌是没有余位好 我们就去剩 Тогда feed 一德路和沿江西路 中间那条路 一直走出去 就可以去得到长堤边的 那里应该是沿江西 没错 就是这里有没有位置的时候揭晓 门口没有坐门 应该有位置 没错 就是顺记海鲜大排档 亦都是米芝莲 但只有一间分店 这个顺记海鲜餐厅 又来到眼花缭乱独餐牌时间 它是容获米芝莲一星的称号 是很不起眼 其实我当时经常会经过这附近 但也不觉得 为何叔叔带我来吃过一次 耿椎鱼 这些就是海鲜 我们今天就不吃海鲜 但是海鲜 都是会说明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海鲜是想被风塘炒 那就加钱 那是挺好的 又或者是炖品圆 炖水雨 预订 这些都是要 又或者是梁瓜 胡适炖鲜 炖鲜炖骨 都是有的 但有个小问题 就是全部都是 冒陶面的 有田鲜煲 时价炖鲜 风味炖炖鲜煲 八十八元 半只 还有这些够特别 腩角酸笋蒸鱼嘴 七十八元一例 脆皮豆腐 四十八元一例 潮式炸豆腐 四十元一例 其实我就想吃这个 超师腐乳通菜 他们做得都挺好 又或者这个 蒜蓉番薯叶也是挺好的 所有菜我是想要这份 又或者是想要凌鱼油麦菜都可以 通常这些老式的饭店 做这些传统的菜式 都不会令你失望的 又或者是士汁线片 士椒炒牛肉 各种的 紫萝炒牛肉都有 五十五元 还有这个怀旧山椒五花肉 六十三元 其实价钱贵不贵 如果在德鱼寿区来说 有一星米之年 我先说清楚 这种老饭店 其实这个价钱挺厉害 放上来的就是这个 南鱼肉 很厉害 又咸又甜 还要点链奶 其实我吃过一次 就是好吃 所以才带老婆回来吃 它是五花肉 这道菜是来到必吃的 首先它切得够薄 它又不像韩国烤肉 韩国烤肉都是用五花肉 那些是切到厚一点 脆一点 这个就更软身一点 可以这样摘起来 你说有没有油油 当然有 下边有很多油油 但是又不会很油腻的 有少少便宜的 试试点这个 挺个人的 面奶 对啊 面奶 这是大排档菜 依然是大排档的 这个时候 季汁排骨也送过来 下面是垫洋葱的 上边是排骨刚刚放下的 至于还有通菜腐乳炒了一碟 也都来了 应该叫腐乳炒通菜 据我所知 它们以前都是做大排档的 现在是入室中营的 但大排档菜通常都是做这些 炒得不好的 招丝腐乳通菜 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 下面是汪水 这个暂时没有 第二 炒得不好的招丝腐乳通菜 是广环广业来的 它这里是连在一起的 对不对 它们的食物是挺好的 但是 一定要早 晚了一定没有位 刚刚他们拿米芝莲的时候 门口排队排得很害怕 现在就好 还有疫情期间 至于我 就吃了这一碗 招丝腐乳 招饭 真的不算太咸 有时做得太咸 它会吃得到菜丸 老婆对这个真是赞口不住 我们通常都不敢吃 这个很油腻 但这个真是一试再试 而且即使它放了一段时间 都不会弄到变得很硬 这个是真是不知怎样 可以做到这样的 练乳 真的很特别 里面明明是肥猪肉 会回来的 但一点都不觉得肥利 而且也不会说不脆 火厚 不计算是好 碎上一点点 练乳 这个真是 而且份量也不少 是的 全部都是肉 对吧 接下来试下这个 碎汁汁排骨 碎汁排骨 我们最初以为是汪水那种 当然不是 都是应该走过油或炸过的 走过油 然后再炒它 碎汁 它真的走过油 还有挺脆的 不会说肥肉吃得很脆的那种感觉 再加上有少少碎汁 挺好的 真的不脆 而且够锅气 而且这碎汁上来都有一段时间了 刚刚开始吃的时候 是完全吃不到的 因为太热了 这部位又好像炸过排骨 但它又不会说很干 很死死实实 我女儿是很不喜欢吃排骨的 这碎汁一定会很高兴 然后再吃一条洋葱 当然今天我们是专门调这些菜式 但是它们这里真的很有创意 老子好来的 做了很多年 但是 好像这些 平平无期 两种东西放在一起 火候又这么制得好 抵人家拿米芝莲 即使这个也好 吃完又想再吃 吃完又想再吃 不过 如果人多些泥就会好一点 两个人就有点年多 脆脆脆 有点甜 真是特意 我们是吃饱饱的 最终买单是$220有找的 $219 真的都怎么说呢 很老自豪的感觉 不会因为是那三个字 我买得特别贵 举个例子 $219 也不便宜 那当然 它整条五花肉 比如通菜 它只是责远的 是真贵的 20多元 30多元 我不记得了 但是它又交足功课 不只是因为那三个字 而收得特别贵 这就是我们今晚的消费 用手写的 厉害吗 两款肉是$78 各是$78 还有通菜是$40 总共买单 21 搞定要了饭盒 就是这里了 这里是长堤大马路 我才也说错了 在这个方向一路走过去 就是省总和圣记 至于这里走过去 就是长堤大马路 我们走长堤大马路 那个五花肉 大家都看到 份量真是超足的 起码里面足足有整条 现在的猪肉便宜了 $78又那么好吃 其实真是值得来一次 之前我和朋友来过 有一位朋友 他对食物是极为挑剔的 但他对这个五花肉 蓝鱼肉 都是觉得赞口不绝的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 就是跟我老婆的心态一样 至于其他菜式 因为那位朋友 是极为挑剔的 他最喜欢所有东西 他都要弹的 挑剔吧 不要 要求比较高 所以对这个五花肉 也是很满意 游不游利 我觉得也不算游利 话说以前有亲戚在附近 找食 经常都会过来陪他吃饭 这个我们都会经常来 但以前叫什么名字 我都不记得了 就是玻璃窗口位 我也坐过一次 至于刚才我们吃饭 就在前面那里 其实真的不太起眼 大三园在再厚一点 再厚一点 没了 老婆问我大三园在哪 在后边 在圣记和我们刚才吃饭的中间 又有一间这样 我们又可以在这里试一下 广式早茶手工名店 还要是七点做到 晚上九点 直落 但看不到打几节 应该都不会太贵 这些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长堤大马路 如果往西面一直走 就可以去得到大钟楼的位置 其实我们是等着天黑的 这个方向一直走过去 就可以回到一德路 在这边有很多车停住 一位难求停车位 前面还有唱卡拉OK 很厉害的地方 广告 城邦一家吗 两家 在晓港还有一家 一条路全部都在 很多卡拉OK 一路在这里玩完 喝大了就去前面的医院 吊针就可以了 我听不少这些故事 因为这条街最旺最红的 就是我们年轻的年代 包括先头我们的星环广场 以前是一个花园式 很漂亮的 吃宵夜的 喝酒 总之是综合性的 好像有做过自助餐 西餐、自助餐 很多都有做过 后来可能因为它真的是 市政的地霸 收到街上建 这些房子对于市政府来说 当然是好过租给一个酒吧 至于回到这里游玩 酒店大家真的要刷亮眼睛 这些是好老字号 但里面是极旧的 东亚大酒店 包括前面还有白宫 人民路周边的酒店 大多数都是好旧的 这么厉害 还有开哥哥 KTV 我刚刚工作的时候 经常要来后面的中行 递票 经常会经过这条街 当时都见到很多餐厅 包括一些云吞面店 我都试到云 还可以 但云吞面没有了 但最旺场真的是这个哥哥 还有我看着大三原刹 还有我吃过这个 华哥小食店的鱼蛋粉 都挺好吃的 你真是想不到你 话说今天这集影片 又是关于一个 六号线周边的游玩的内容 我们今天就是在 海珠广场地铁站出来的 一旦出来沿着前边一旦 走一轮 接着回来吃饭 吃完饭 又在这个方向 可以走过去 文化公园地铁站的方向 大概 六号线中间这一段 每个站不会说 差得很远 不会说距离很远 步行都是可以的 我的建议是这样 作为一个对这个城市 不是太熟悉的游客来说 其实最好的玩法 是找到两个地铁站 中间A地铁站出来 例如我们鲁站的 海珠广场地铁站出来 然后一路走一得路 走完一得路 吃饭 你未必去我们鲁站那间 走过去文化公园 沿途一路走一路看 你知道大概地铁站在哪 就不会当失路 觉得不对 不喜欢走这些 肚饿 想回酒店 走一点点去另外的地铁站 走半个钟头 20分钟 是挺好的 至于对面 就是大门鼎鼎的真光中学 再往前走一点 就是孙日仙医院 我们又经过这个酒店 就看到 这个叫日米精选酒店 就在长堤大马路 就在真光中学对面 多少钱呢 208元 这个不是最便宜的房间 比如说我们最喜欢的 是双床房 但没有窗 218元 如果是要大床房有窗 也就是218元 双床房有窗 258元 是没有早餐的 至于 如果你可以成为一个会员的话 还可以有189元起的特位价 数下哪个曲 具体什么位置呢 前边就是外郡大厦 大家应该都知道什么位置 再往前走一点 就是孙日仙纪念医院 又或者是 人民路那个方向 人制路那个方向 这边酒店真的多 对面有城市便称酒店 还有还有一个 城市便称酒店 大多数都是在一些 就脚、城中心的地方来起 但里面的环境 就不是好得那么交关 我们又来到爱群大厦的门口 这里就是一个拍照的最好的地方 因为这个位置 看上去是一种很有勾式封城的酒店 正好在这个三角位 至于将镜头转过来 这边就已经是孙日仙纪念医院了 很多队裤在这里 最后一个环节 终于我们又来到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来秦堤边这边走着的 在我的右边 这里还有一个亲水平台 所谓亲水平台是近水点的 不是让你可以摸到水的 就是这个尖出来的角角 我记得前边有个地方 真的可以亲水 不过已经封住了 当珠江海水涨了之后 那里是真的摸得到的 今天也挺胀的 终于我们来到南方大厦门口了 竟然还没有亮灯 它的隔离屋 这个月海关大楼 都是一样的 可能未够钟吧 现在只不过是六点半 或者我们来得太早了 如果大家不认得路 大概在这个方向走过去 那就是可以去得到 文化公园地质站了 今天认了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游玩六号线这一段 与此同时可以在这里 买票参加这个珠江夜游 应该还有位置 因为今天是节隔 最后一天游客 应该都回家了 至于这里就比较遗憾 灯都关掉了 不是啊 这里不是啊 前边才是车 放了一个大烏笼 我们要去看的是月海关 而不是 我知是着的 我知是着的 但是呢 重点是 他们没有着灯 无所谓 重点是我们要去看月海关 那里有着灯才是美的 开船了 现在还能参加珠江夜游呢? 是新型游船 原来是19元 不是 是108元 弄错了 我心想 是 19元是他们的营后 不是19元 我真是奇怪 108元 是 我们那个年代 都要29元 是 没理由19元 终于我们来到月海关门口 都是有开灯的 刚才那两间没有开灯 还有警察在这里 因为之前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有警察先生在这里 大家就守规矩 还有这里好像在拍电影 大家看看 大家分不分得 都不叫酷 其实都不叫酷 即使那个镜头 我真的看不到 我看见这个银子拿着大机 很多年轻人打扮得漂亮的 过来这里拍张漂亮的照片 原来这个帅人在招揽生意 问究竟是否拍照 也好 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 在文化公园 或者儿童公园 都会有人在招揽 拍照 以前那一辈人 现在就变成这么年轻 天黑色已经这么暗了 各位观众要回来 一定要遷就好时间 但是再晚一点是会好一点的 因为我们担心 去石油顺基那里 没有位置吃饭 所以这么早搞定 吃完饭 六点都没够 六号线原线是非常好玩的 至少我们近这几集 都是来六号线原线 又可以去到西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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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宝路 就是文化公园地铁站 走过去西关 又可以 一路去到团一大 就算北京路 北京路都是算六号线的 甚至乎你想清静一点 去到大沙头 都是算六号线的 是的 又或者去到再远一点 去到植物园 都是六号线的 香树就没去过 我不知道 没去过 植物园我去过 植物园都算六号线的 好了 影片到这里结束了 各位观众 帮我点个like 或者share给你的朋友看 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